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那个小女孩妮妮她特别特别的可爱 然后就会让你很自然而然的产生那种爱的感觉 就是心疼啊 然后保护的感觉 所以就是过程中永远是就是会有意外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 我觉得最后我还是很开心能够尝试爸爸这个角色 第一次拍电影啊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挑战 对你来说哪一种挑战更难呢 是第一次当爸爸 还是学情 还是被台词 还是演吻戏呢 其实这几个你说的其实也都是这部戏里面的一些演戏的一些需求 我觉得都有挑战性 也都挺难的吧 但是一切都是为了这部戏的呈现 所以也是必须要去努力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过程虽然说是有辛苦 有些需要自己去付出时间去努力的地方 但是只要它的结果大家是能够觉得是不错的 那就好了 彭泽阳这个角色啊 感觉上是一个在异性面前很有自信 也很有经验的男生 你自己也是这样吗 并不会 其实我因为我 我觉得其实泽阳他也他也还好 他还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个男孩 虽然说他是比较受女生欢迎 因为他妈妈不是说女孩子都喜欢他吗 他受欢迎 那他其实自己的性格还是比较就是 还是不会说是那么的那么的开放 像我自己也是 我是一个其实比较传统的思想的一个人 也包括是因为家里的一些教育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爱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东西 那你平时是不是也会像喜欢像电影里面那样子盯着女孩看呢 如果女孩误以为你要亲他怎么办呢 不会 而且没什么机会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都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见的最多就是支持我的歌迷朋友粉丝朋友们 但是其实也是每一次都就很难会有一个长时间的眼神的交流 因为毕竟要照顾到很多大家一起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还不会这样 在现实什么时候 如果你要谈恋爱的话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女生呢 会用厨艺吗 厨艺啊 如果要谈恋爱的话 我觉得厨艺当然也是 听说男生做一把好菜是很讨喜的啊 我去努力一下 可能平时就是比较关心嘛 去呵护 然后去给予他安全感吧 我觉得 电影里面你是跟王立坤演一队 但是呢 其实在电影里面 他们王立坤 瑞扎 还有那个 徐经理他们三个演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女生 这三种类型的就是说 以你个人来看你更喜欢哪一种 是像王立坤一样比较自然清新呢 还是像扎扎一样活泼可爱呢 还是像老鼠一样文艺呢 我三个都喜欢可以吗 没有 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其实每个人的个人的魅力 戏如人生嘛 就是一样 其实在生活中也是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会喜欢一个 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生 我只是觉得她应该一定要是善良的 然后一定要是孝顺的 然后是能够理解我的工作的 然后就是一个跟我合的来的人吧 接下来还有个戏是老炮 然后我们也知道 其实你没有太多经验 也不是科班出身 包括之前你一直在国外生活 然后但是像老炮这种戏 大家感觉上是一个 就是很本土的戏剧 然后演员都是大前辈 然后你会不会有压力 呃化压力为动力吧 压力肯定是会有的 一开始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在进行拍摄了 那其实更多是期待 而且呃当你到了片场之后